大海为什么会涨潮退潮 这么多的海水退潮之后都去哪了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面朝大海的感觉 尤其是涨潮的时候 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站在一定的高度会觉得特别壮观 那么这时大家一定会产生疑问 大海为什么会涨潮并且还会退潮呢 退去的海水跑去哪里了呢 咱们来回顾回顾物理知识 对于牛顿定律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不会陌生 而这里主要涉及的就是牛顿第一定律 内容为不论是何种物体在未受到力 或者是合力为零时 该物体要么处于静止状态 要么处于匀速直线状态 因此由此可以得知 若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它的运动状态也会发生变化 简单举几个例子 如自行车能够行驶的原因 就是由于骑自行车的人给它施下了力 它停下来了 则是由于受到了摩擦力的作用 那么是何种力能让大海的运动状态改变呢 根据前面的定理我们就可以知道 若大海所受的合力为零 海洋里的水不会呈现波涛汹涌的场面 反而会像个睡着的小孩一样平静 而导致它潮起潮落跟太阳的引力有极大的关系 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讲 这种力就是潮汐力 无论是何种力都是具备方向的 如地球上的重力以及引力 就是指向地球的内部 而月亮的引力同样也是指的月亮的内部 但以地球的视角来看 月球的下方就和地球的上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凡是处在地球上的物体 管你是什么固体液体还是什么体 均会受到地球和月亮的引力 虽都是引力 但两者方向并不相同 现在要比较的是 地球上的物体究竟是受到地球的引力多 还是受到月球的引力更多呢 这就和牛顿绞尽脑式得出来的万有引力公式密不可分了 用文字可以解释为 物体所受到的引力大小 是由这两个物体的质量 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来决定的 质量越大 则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也会越大 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 万有引力就会越小 这下你可以知道 地球上的物体到底是谁受的引力更大了吧 明显可以提示 地球的质量显然大于月球的质量 但两者又隔得很远 所以处在地球上的物体 基本上是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但水也是附着在地球上的 为什么感觉和刚刚的原理有些背道而驰呢 这就和水的介质有关 水是液态 是没有固定形状的 所以它如果受到月球的引力比较多 它受便的小伙伴们都会聚在一块 然后形成高潮 而别的地方的水量明显减少 所以就会变成低潮 你一定又会问 太阳那么大一配 它对地球的潮汐力应该会更大些呀 实际上 太阳所提供的潮汐能还是很小的 这方面还属月球更强 当然 因为地球会自转 因此在地球没有月亮的另一边 也会产生高潮 等于地球会在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共形成两个高潮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呢 从我们肉眼可见的事实来说 当海水退潮时 它是往海洋的方向退去 或许很多人会以为 这时海水一定增多了 但实际上 海洋的海岸线根本没有涨高 这有点像我们洗脸盆里的水 如果我们把脸盆一边抬高 那么另一边的水就会变高 因为它往高抬的地方倾斜了 同理 海水退潮后 会在别的地方再次形成高潮 月球也是一直围着地球转动 也就是地球到哪个地方 那么地球上的海水 也会跟的汇集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还会感谢这一点 不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电影情节里演的那样 海水往陆地上蔓延 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 大家有没有无形之中 因此受到保护而感到庆幸的感觉呢 而且地球的自帅速度 由于大海连续 涨潮退潮逐渐变得慢下来 这是因为 海水在涨潮或者退潮时 水分子之间会形成摩擦力 并且海水还会不断地拍打海岸 地球的动能也跟着消耗 通过热量的方式散发至宇宿 假如地球能够越耗越久 也许在将来一天不再是24个小时 而是一个月 到那时才会真正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